好 现在福茂协议要强度关山不成 现在遇上了这个史无前例强大的反对声浪 不过这一切看在经济部跟中金院的学者眼里都很着急 因为南韩最快在今年底就会跟大陆完成FTA的签署 取得进入大陆市场的优势 不过另外一方面反对的学者质疑 签了福茂之后 政治力会对通信出版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大为福茂 大为民主 大为民主 福茂议题引发的争议陷入僵局 抗议民众要求逐条审查 蓝营却急着抢在这会期要通过 究竟时间上有没有这么紧迫 假设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时间压力 我们谈会可以慢慢来 也可以也无妨 可是呢 我们是有很急迫的时间的压力 韩国人最喜欢我们慢慢谈 这个我要是韩国人会 这个非常高兴 中金院长着眼于进入大陆市场的时机 就怕南韩在年底旧汉大陆签了FTA 对台湾会形成压力 但反对派学者则忧心大陆产业 进军台湾造成的冲击 它的天然障碍少 加上它有成本的优势 所以这个会让我们的基层服务业 业者非常的担心 目前透过量化分析 福茂对GDP的效益 还无法预期对台湾的产业发展 究竟势力势必正反双方各有坚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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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